到幾年次這個訊息的話 那當然你顯然就不能直接抓 那怎麼辦 我剛剛講過 一 請你按滑鼠右鍵 出成格式 二 找到置地 那你可以看到置地裡面 不是會有一串公式對不對 那你說這串公式我看不懂 不是要你看懂 你就把它複製就對了 複製之後貼到formate text裡面去就好了嘛 你管它是什麼 反正貼上它就會變成真實你看到的樣子 OK 所以記得按滑鼠右鍵 自訂 把它複製 取消就夠OK了 然後再到這邊插入那個text函數 把t的部分 那當然第一步先把formate text先加 前後雙引號移到中間貼一下 好 第二個的話呢 把value給它 value就是這個 那你看到喔 它原來長這樣 現在長怎樣 長這樣了 有沒有 看到 所見 如所得就對了 所以重點 這text太重要了 這很多人完全不會 不會 問題又把它解決 而且太多人問的問題 都說老師很奇怪 為什麼我要做的事情總是結果不對 明明看到是像結果跟我要的不一樣 那我說你會不會test 沒用過 你去看看吧 答案就在那邊 後來發現它問題就解決了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在外面再包一個laps 包的方法很簡單 直接在test跟等號中間打一個laps就可以了 可是喔 跟各位講 這樣還沒有結束喔 為什麼 因為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格子很大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數字有點怪怪的 這個數字明明右邊很空 它為什麼一定要靠左邊 跟各位講 這個也是Excel的一個玄機 如果資料假設靠左邊 跟各位講 那這個資料絕對是文字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它就不能計算 那也不能比大小 所以如果我希望把同樣的年次等放一起 那絕對要把它轉換成數字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它沒有辦法做比較 特別是喔 數字才可以做計算做比較 文字不行 所以怎麼辦 最後還要再做一件事 請你把這個資料變成數字 哪一個可以變數字 其實你可以插入環數 這邊其實文字類最下面的倒數 第二個就是啦 Value 將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資料 所以最後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 變成文字變數字的話 那請你在等號跟Lab中間 再加一個Value 打個V就出來了 有沒有 打個V 然後快點兩下 它會幫你加Value加前刮符 然後你再補一個後刮符就可以了 OK 那加完之後它有什麼變化呢 其實你打勾之後 明顯的差異就出現了 有沒有發現 加個Value喔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呢 就會一定是靠右對齊了 有沒有 表示它是數字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靠左靠的對齊 它絕對不是裝飾用的啦 它有它的意思喔 那這個時候請你把它快點兩下 那年次就OK了 好 那年次OK之後的話呢 最後請你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就可以統計了 不過統計之前請各位注意一下 樞紐分析表它接受的資料呢 絕對要是正規化 所以正規化就是上面絕對不能出現像這種題目 所以你要把一二列刪掉 它一定要把欄位放在第一列 不然的話會出錯誤 OK 所以把上面兩列刪掉之後 郵標放在這裡面其中一個儲存格 然後插入樞紐分析表 範圍應該沒錯 按個確定 然後請你把樞紐分析表右邊的地方 年次請你拖拉到列 年次請你拖拉到值 然後再把 你會發現這邊已經出現了對不對 然後可是我要的是年58幾個人 不是他幾年次 所以他幫你加總就錯了 所以請你把值的這個下方 有一個箭頭 把它改成叫做值的欄位設定 改成技術 不要加總 技術的話算幾個人 那你可以看到 好像58一個 好像最多的應該71年次的 可是我要的 你說老師我不是要幾年次的 我要五年級嘛 50到59 60到69 70到79 放一起的話 那最後呢 記得喔 請你在A5的儲存格上發按右鍵 然後找到什麼 組成群組 特別注意喔 按右鍵 組成群組 這個時候呢 請你把它根據 因為50開圖嘛 所以輸入50 結束的話就79了 50到59 一個range 60到69 所以呢 間距值應該多少 應該是10嘛對不對 OK好這樣就OK了 那他最後會幫你把 五年級生放一起 六年級生放一起 七年級生放一起 有沒有看到 就 統計出來了 但是你說老師這樣子看 數字比較不直覺 有沒有直覺一點 有 你直接在 右上角看到一個樞紐分析圖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直條圖就好了 這樣不就馬上有圖了嗎 那你說老師我除了要看到數量之外 我想要看到比例 比例怎麼做 很簡單 游標再放進來 這個樞紐分析圖是在樞紐分析表的分析這邊 再點一下 那你再找到圓形圖 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把這個圖 把它放到他旁邊不就好了 數量不就OK了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可能就有同學挑剔說 老師這個圓形圖 旁邊這個圖例雖然我看得懂 但問題我希望把這個標籤直接放上來怎麼做 不過這比較麻煩 按右鍵這邊變成你要自己新增標籤 那標籤你上面變成它的數字 有沒有這個數量 可是它不是它是幾年次 所以你必須要改 那改的方法就是先 點一下左鍵 再點右鍵之後找到資料標籤格式 可能要把詞改成標籤名稱 把這個打勾換一下 然後位置可能因為放裡面好像不清楚 所以我的習慣通常會放在終點外側 有沒有 最後你說老師那個圖例好像不太需要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圖例點它一下 然後按Delete 它就不見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哇 馬上就一目瞭然了嘛 對應該夠清楚了吧 所以如果假如 以後人家跟你要資料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給他像這樣的一個資料 而不是直接把這所有資料丟給你老闆 老闆你自己看一下 他應該要昏倒吧 他說 我不要這個東西 我要的是這個東西 讓我知道一下 我們到底哪些會員的人數最多 那我如果我要挑選廣告行銷的方式 我也比較知道說哪一種行銷方式 是可以針對我們 這個會員人數最多的那個問座行銷 才會是花最少的金錢 得到最高利益的方式 所以最後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樞紐分析的部分做出來 你會發現它就是在工作表前面多一個工作表3 記得把這個工作表改一下名稱 我習慣把它改成叫樞紐分析 好 這樣的話 今天的這個練習大概就到這邊 最後呢 給各位延伸一個 你自己再做做看 血型的數量跟比例 可不可以幫我統計一下 一樣嘛 如果你會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我兩下就做出來 所以樞紐分析表真的是太好用的東西了 所以如果你用ECL 你不會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也不會用樞紐分析圖 所以你沒有用到它比較厲害的地方 OK 但是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之前 記得還是需要使用函數跟公式 產生你要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 所以有點像因果關係 前面沒有因 沒有後面的果 不可能說突然 你如果假設這些東西都沒有先產生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做樞紐分析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就是資料以後的話 我們後面會有再更大量的 現在100個 以後的話可能1000個 1萬個 甚至10萬個資料 你要很快統計 其實結果一樣 OK 做法都一樣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然後你們就把這個作業 如果你今天可以做完 你就把它存檔上傳 就完成作業繳交 如果不行的話 你們回去再花一點時間 把我們今天上課的東西再做 如果存檔上傳也可以 也就是在下一個禮拜 下一個禮拜之前繳交就可以了 OK 好 那今天先到這裡